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生命记 梅瑟向百姓说 你且考察在你以前过去的世代 从天主在地上造了人以来 由天这边到天那边 是否有过像这样的大事 是否听过像这样的事 是否有一民族如同你一样 听到了天主游火中说话的声音 还仍然活着 或者是否有过一个神 以灾难 神迹 歧视 战争 强力的手 伸展的背 和可怕的威能 企图将某一民族 由另一民族中领出来 如上主 你们的天主在埃及 与你们跟前 对你们所做的一切一样 这一切 只显示给你 是要你知道 只有上主是天主 除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他由天上使你听到他的声音 是为教训你 在地上 使你见到他的烈火 叫你听到他有火中发出的言语 他由于爱你的祖先 才拣选了他们的后裔 亲自以大能 把你由埃及领出来 由你面前赶走 比你更大的民族 领你进入他们的国土 赐给你作为产业 就如今日一样 所以 今日你该知道 且要牢记在心 天上地下 只有上主是天主 再没有别的神 你应遵守他的法令和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训事你的 好使你和你的后代子孙 得享幸福 在上主你的天主 永远赐给你的土地上 长久居住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现今追念上主的作为 我现今追念上主的作为 回想你往昔所行的奇迹 沉思你的一切所作所为 更要默想你的一切意识 我现今追念上主的作为 天主 你的行径完全在于圣化 有哪个神 像我们的天主如此伟大 只有你是施行奇迹的天主 在万民中 彰显了你的威能 我现今追念上主的作为 你以大能拯救了你的人民 就是雅各伯和洛瑟的子孙 你曾借着梅瑟和亚郎的手 领导你的子民 犹如领导羊群 我现今追念上主的作为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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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路亚 为你而守护海底人是永苦地 因为天花是他们为敌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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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马斗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谁若愿意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但谁若为我的缘故 丧失自己的性命 必要获得性命 人 纵人赚得了全世界 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 为他又有什么益处 或者 人还能拿什么 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 因为 将来人子 要在他父的光荣中 同他的天使将来 那时 他要按照美人的行为 予以赏报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人中 就有些人未尝到死胃以前 必要看见人子 来到自己的国内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 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 和答唱咏中 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 追念 回忆 上主的作为 当我们回想 当我们认出天主的作为 和天主的临在的时候 我们就会充满感恩 就会更加的对天主忠信 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讲的是 梅瑟带领以色列人 在旷野里 就在他们进入釜底之前 把天主的命令 再重新的跟他们讲一遍 来自生命迹 这个生命迹呢 被称为梅瑟的遗嘱 他在离世之前 把他想说的话呢 告诉给以色列人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 是梅瑟第一篇训言的最后一段 他告诉以色列人 要查考过去的世代 让他们回想一下 他们走过来的路 梅瑟提醒他们 他们曾经听到 曾经看到 曾经经验到天主 当然 这种听到 看到 并不是看到天主的形象 而是在代表 天主临在的火中 看见了火 从火中呢 听到了他的声音 他们也经验到了 天主在过旷野的这个旅程中 如何的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 当以色列人 回顾这些天主救恩的时候 他们呢 就会认出来 天上 地下 只有上主 是天主 这个也是 为什么 梅瑟 让他们回顾过去的原因 使他们 借此 来更加的 忠信于天主 达昌永说 我现今 追念上主的作为 今天 我就给你们分享一下 刚过去的 两个星期 所发生的 我感受到的 天主的灵灾 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 我去马来西亚 我们主同会的会院 当时的本堂 就问我说 那今年的堂区主堡 我可不可以帮忙 讲主堡三日庆典的道理 我当时说可以 那最近呢 这个主堡节是七月底 快到七月底之前 他把这个主堡节的节目 给了我 我一看呢 除了三天的道理之外 还又给我加了一天 必敬 这个使得我觉得呢 非常的有压力 我是没有给这个教堂 举行过一天的必敬的 我也不愿意带必敬 所以呢 在这个日子 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我就很害怕 不知道要讲什么 也因此呢 也头疼 头疼了一个星期 不过呢 就是在那个 毕竟要开始的那一天 那一天 我的头疼呢 就清了很多 基本上没有了 然后那一天的毕竟呢 我也感受到了天主的带领 除了我个人的祈祷之外呢 我也邀请了我认识的一些教友 帮我祈祷 一开始 我是非常紧张的 有压力的 但是当天呢 我在给他们讲座的过程中 我觉得还是挺自然的 在这个结束之后呢 我就知道 这个肯定呢 不是我个人的能力 而是有天主的祝佑 因此 这种对天主经验的这个认识 使得我呢 更加的信靠天主 更加的感谢天主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今天的答唱永说 我现今追念上主的作为 您可以回忆 回忆过去的生活中 天主的临在 或者说呢 你想一下 刚过去的这一个月 这一两个星期 在哪些方面 在哪些事件上 看到了主的临在 这个主的临在呢 就把我们呢 与他结合起来 连起来 当我们不仅 对过去的一段时间 反省 每天 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问一下自己 在今天的生活中 天主 如何的 临在了我的生命当中 如果我们 时常不断的这样做 那我们对天主的爱 我们对天主的经验 就会越来越多 我们对天主的感恩 和天主的忠诚呢 也就更加的变得 紧密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请赞美上主 感谢天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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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天主 互 vorstellen